国内出现今年第一例肠病毒重症死亡病例 这一名家住新北市的男婴 是6月22日发病 引发严重的败血症 凝血功能异常 随即住院救治 25日不治死亡 立法院临时会审查福茂协议 民间团体布满政府黑箱作业 连续两天包围立法院 抗议民众翻墙 踹铁门企图突围 和警方发生肢体冲突 NCC周二举办4G竞价说明会 向外界展示4G竞价式集中控室 每间竞价式都设置高规格监视器 为维护竞价公平性 NCC将各竞价式出入动线分开 让7家电信竞价者不会有机会碰头 休斯顿太空人官网 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5点8分 发布最新球员异动 将原本效力于2A的后援投手 罗佳人升上大联盟 成为第十位登上大联盟的台湾选手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导